西山苍苍,东海茫茫,不笑庄严,未然中央 清华校友《信仰之旅》讲述的是清华学子的人生故事 是《茫茫人海》当中一群深深学子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心灵历程 正如C.S.路易斯所言,我相信基督教,正如我相信太阳已经升了起来 这不只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通过它,我看见了一切事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清华校友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信息原刊于《生命纪刊》收录于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 普世佳音出版,特此感谢授权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清华校友的信仰之旅》 我是小敏 今天我们带来的见证是清华大学小婷的见证 我的见证 小婷 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全都受过无神论的教育 尤其我的父母也是无神论者 我也很自然觉得没有神 但是中国有句俗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又暗示有个天来决定事情的结果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有些悲观 不敢给自己设立确定的目标 只是做自己谋事的部分 因为成功与否都是天意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天是什么样子的 只是觉得天高高在上 眼不能见 更不用说与他说话了 到美国来的路上 我经历了天意 在芝加哥机场转机 我带来的所有的钱 一千多美元的现金 在机场安检处 莫名其妙地全丢了 我就这样手中拿着仅剩下的护照和机票 到了学校 然而 我并没有被此事打败 依然用人类特有的坚韧 克服了种种困难 每天仍然快快乐乐的 虽然有时会想 为什么这个小概率事件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华人教会接待新生的聚餐上 我碰到了一年前 在中国新东方一起上课的一个同学 虽然上课时 我们坐在一起讨论题目 但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学校 上完课也就再没有联系 如今却又聚在同一张餐桌前 世界真小啊 而在交谈中 我们又发现了众多的巧合 这位同学的朋友已经在这里念书 本来为他的来到准备了床和书桌 可是他因为要住学校的宿舍 就用不到这张床和书桌了 而他的朋友又在学校的校车上偶遇我 当听说我丢了钱之后 就慷慨地将床和书桌送给我了 我和这个同学把各自的情况讲出来时 这个巧合的故事就像拼图一样拼在了一起 我因为这样极小概率的事件 惊讶地无语 那天晚上回家后 站在门前的栏杆旁 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 我自言自语道 也许真的有神 我感到自己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经历的这些小概率事件 都似乎有个神在告诉我它的存在 这就像一阵风吹过时 树叶在空中飞舞 虽然我们不能看到风 我们却因飞舞的树叶 而知道风的存在 尽管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风会吹过 为了学英语 我参加了教会的英文查经班 对基督教有了一些了解 但我还是用我的 与其说理智 不如说骄傲来判断他们谈论的一切 有一次有人讲到 他做程序编译总是出错 晚上一祷告 就发现原来是程序少了一个分号 我是学计算机的 听了之后嗤之以鼻 这种低级错误 还要用祷告来发现 我也曾挑战那位基督徒朋友 问他们成为基督徒有什么好处 他们说 信耶稣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平安喜乐的心 另一个是永生 对于第一个好处 我不以为然 因为我觉得自己遭遇不幸 身无分文地来到美国 仍然有平安 所以一个人不需要成为基督徒 也可以有平安喜乐 对于第二个好处 我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对于二十多岁的我来说 死还很遥远 我那时相信只要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 虽然我来美国丢钱后仍然有平安 但是生活中也还有许多我不能掌握的事 让我不平安 那时先生要来美国和我团聚 但签证在一周内被拒了两回 来美国的希望渺茫 在交集之余 我死马当活马一意地开始祷告 反正祷告没有坏处 还记得一周后 他第三次去签证的时候 那时是美国的晚上 我祷告后就在书桌前做作业 原本坠坠不安的心竟然平静如水 那天他的签证在一个周内被拒两次之后 奇妙地拿到了 在那个去美签证非常难拿的年代 短短半个月内连签三次 并拿到签证的事 不能不说是个神迹 这件事让我再次看见 那被风吹起的树叶 轻风吹过树梢 树叶儿呀翩翩摇摇 看不见摸不着 风的存在人人知道 妈妈的爱真正好 为儿为女忙到老 测不透 测不透 奔系不留 爱的存在人人知道 不能看见 不能测透 人是神 用心灵成就 用心灵结束 就好相逢 就好相爱 就好相逢 爱 当你情深 又了解 自然不问 存在不存在 先生来美国后 为了及时转成学生身份 他必须尽快申请奖学金资助 那时 我们联系了计算机系里的 一位教授 他表示愿意提供奖学金资助 可是却迟迟不发证明信 有一天 我忍不住 给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 他开始 支支吾吾地推脱 放下电话后 我的心中混杂着焦虑和愤怒 焦虑的是我们的未来怎么办 愤怒的是他怎能说话不算数 但是就在那时 圣经里的一句话 进入我的心中 不要为明天忧虑 天上的飞鸟不重也不收 天赋尚且养活他 我的心立时平静下来 焦虑的情绪消失殆尽 几天之后 又是各种机缘巧合 先生从医学院拿到了资助 在以后的生活中 这句圣经经文 也会给我安慰和鼓励 但都没有那次的平安奇妙 我只能说 奇妙又奇妙的风啊 虽然我是计算机系的学生 第一学期却被导师要求去选数学系的一门核心课程 有一次的作业是一些证明题 证明本来是我的强项 可是我信心满满地花了一个下午 一个晚上 也没有证出来 到第二天中午时 我已经完全绝望了 这时我想 试试祷告吧 但也没期待有什么奇迹会发生 当然祷告完也没有什么灵感 于是决定打开书复习和预习一下 至少待会上课还可以轻松一些 然而当我翻开书后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推论 用这个推论只需要一步就把那道题证明了 也许数学系的人会耻笑我的无能 但是我觉得这祷告真是神啊 神随听祷告一步一步带领 令你到宽阔之地 神随听祷告一步一步应鸣 令你到应许之地 神随听祷告一步一步一步的 令你到宽阔之地 神随听祷告一步一步的应鸣 令你到宽阔之地 令你到宽阔之地 神随听祷告一步一步应鸣 阿世事 要全顾你 阿地牧养你 阿地供应你 主啊 我要真心来爱你 心吹地 祷告 你不依不带你 令你到万活之地 心吹地 祷告 你不依不隐隐 令你到万活之地 就这样 我在生活中 经历了一次次奇妙的小概率事件 在我尝到了那几个祷告的甜头之后 心想 既然祷告没有坏处 还有好处 为什么不呢 于是我拉着先生 每天晚上睡前一起祷告 像小孩子一样结结巴巴地 向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神 诉说我们的需求 渐渐地 我觉得自己 并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 那个高高在上的天 在听我的祷告 他给了我许多真正的喜乐和平安 刚来美国时 有一个室友 跟我同年来美国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 有时会聊到半夜 我们讲我们各自过去的学校 讲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 也崇敬我们对未来的梦想 他很聪明 也很有见识和见地 还有一个很爱他的 已经在美国工作的男友 我一直觉得 他有一个比我更光明的未来 果然 第二个学期 他就转学到男友所在的 周德大学 而且转到了他想去的计算机系 并且开始筹备婚礼 然而 意想不到的是 两个月后 传来了他和男友在车祸中 双双身亡的噩耗 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他的相貌 他的声音 甚至他的梦想 都还清清楚楚地 在我脑海中 但是时间 却对他停止了 那时我头脑中晕晕乎乎的 死 头一次离我那么近 回到家中 我随手翻动圣经 一个标题进入我的眼帘 在罪中死 在基督里活 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 永生变得对我有意义起来 那里没有黑暗 那里充满光明 那里没有悲伤 那里充满欢笑 那里没有眼泪 那里充满歌声 那里是个爱的乐月 天是环绕的地方 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复活节 我和先生一起受洗了 受洗后的我 尽管做着基督徒该做的事 每周查经敬拜传福音 也在基督教的知识上有长进 我的信心却没有跟上 我很渴望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 但他看不见又抓不着 似乎离我很远 有时我甚至怀疑神的存在 我在这样的痛苦中生活了近一年 在第二年的教会 赢会的讲道的最后 讲员说到要为基督徒祷告祝福 当我低下头 闭上眼睛时 我仿佛在于神面对面 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内心 虽然经历了各种神迹奇事 我也一直用这些经历 来证明神的存在 但我心中其实一直没有 真正地接受神 承认神 我对神说 我错了 我过去一直没有承认 你是那位神 我如今还可以接受你的祝福吗 这时 我感到我进入神所在的那片光明之中 我心中知道神依然接受了我 那一刻 我泪流满面 因为觉得自己不配 我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一直以来没有承认他 他却在我认错 请求赦免时 仍然接受我 这就是基督教中所讲的恩典 那一天 我心甘情愿地 把我的一生 放在了神的手中 走过去 走过去让人去 他遍海角天涯 找不到一份爱上耶稣 他抚慰我心 他怀抱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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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不透地 不求回报的爱情 走过去让人去 他遍海角天涯 找不到一份爱向耶稣 他抚慰我心 他怀抱我灵 这骨头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 他却听我每个祈祷 活在宁静清晨 活在伤心夜里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陪他 还爱我如同珍宝 此情山高海深 祝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那一刻的心智 也成为我信仰的磐石 以后的日子里 无论我遇到怎样的试探和困苦 我怎样的软弱甚至跌倒 这个磐石都让我重新站起来 回到神面前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灯台 耶耶耶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灯台 抵抗耶和华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灯台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你们要抵抗耶和华 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灯台 认识神之后 虽然在表面上 生活并没有和其他人不同 毕业 工作 养育子女 但是因为认识神这个天 我谋事时 不再担心或悲观 不是因为我一定能成事 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 成了 我感谢神 不成 我顺服神 我不会因得失而在意 试想有一位大过一切 全能全知并爱我的 良善的神在我旁边 我有什么可以忧虑在意的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神让我看到自己的罪 虽然外表行为上似乎是个好人 内心却是自私邪恶的 神用他的耐心和爱心 一点一滴地改变我 因着他对我的爱情和耐心 我也学习从心里 去爱周围的可爱和不可爱的人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我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 熊爱活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播出爱 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 熊爱活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播出爱 回首自己认识神的过程 我想神在通过生活中的许多事 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若是我们谦卑自己去聆听 好像打开并调整我们的天线那样 我们就能接收到神的信号 并认识他 认识 这位永生神 是何等的美好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曾听出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母人 认得我声音 他是大母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他是大母者 生命的主宰 他在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他的母人 认得他声音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曾耳听出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母人 认得我声音 他是大母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随住声音 他是大母者 生命的主宰 他的家 生命的主宰 他的扬轻听 让我声音 他的扬轻听 让我声音 他的扬轻听 让我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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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